漆黑的巷子裡突然出現龐然大霧 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匹棕色的馬被煉在住家門口 讓路過的民眾看傻了眼 而這場景就出現在台北市街頭 有民眾回家看見這一幕拍照PO上網路 凭著建築物的特徵和石頭牆的花色 許先在社子島的巷弄裡找到四主 原來這隻馬叫做阿寶 每天天一亮王小姐就會牽著阿寶到家裡附近的農舍 讓他在這邊吃東西跟運動 晚上會牽回去門口 有的很好奇覺得說 迷你馬怎麼那麼可愛 有的小朋友都會覺得很好奇 想去摸就不敢去摸 阿寶是一隻迷你馬今年兩歲半 王小姐從他一歲時開始飼養 每天晚上七點多 把他帶回市林社子的住處 一直到隔天的清晨四點才回到農舍 而大家睡覺的時間他都守在家門口 有看到人經過還會叫 就像是一隻看門馬 因為我今天早上拜拜 燒金子有看到 昨天我有聽到馬生可是我沒有出來看 我女兒牠就很高興 北市動保書表示 除了野生的保育類動物 只要四主遵守動保法裡的所有規定 其他的動物都可以飼養在住宅裡 但大多數民眾都是把狗養在家門 當作看門狗 這回卻罕見的出現了看門馬 讓路過的人都忍不住拿起手機多拍幾張 不過有些馬會認主人 要是真的遇到可別隨便觸摸 TVB新聞 黃建國 佳曼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S News 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新聞 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TVB新聞 App 忘記記簽 歡迎